上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 美中两国领导人在加利福尼亚州 南部沙漠小城的阳光之乡庄园 进行非正式的会晤 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后 第一次和美国领导人见面 他受到奥巴马总统的欢迎 奥巴马总统指出 中国的和平崛起非常符合美国利益 他说如果中国成功 将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 同时可以合作处理 单一国家无法处理的全球性挑战 习近平指出 这次会面是为中美关系的发展规划蓝图 展开跨越太平洋的合作 他说两国关系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从各自的经济发展 到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复苏 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 到应对各种全球挑战 两国有共同的重要利益 网络安全是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 奥巴马特别指出了通过网络入侵和窃盗的问题 习近平则指出 网络安全是中美在务实合作中 需要加以合作的方面 他说 美国和中国官员在会后表示 两位领导人都同意 朝鲜必须放弃核项目 双方都不接受朝鲜为核国家 奥习会星期六中午结束 洛杉矶的财经专家顾掩师认为 奥习会向全世界发出了一个信息 顾掩师说 这两个大国它愿意不断地对话 愿意利用对话的情况 解决掉中美之间的一些不必要的摩擦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 从蓝桥米拉日发来的报道 解决了 解决了